雪山比云太漂亮了 好前期的感觉啊 Hello大家好 我是Ton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现在呢我其实是在新西兰 然后和朋友在这边滑雪 因为新西兰是冬季嘛 那我就拍一个Vlog 带大家看看新西兰冬季的美景吧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现在是下午4点多 我的这个Airbnb喝点小酒看看电视 我觉得我们租的这个Airbnb很棒 它门口其实走两步就是Wanaka湖 然后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山景 还蛮漂亮的 今天阳光很好 对 然后我朋友现在这边处理蒜泥 因为我晚上要吃火锅 对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小房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的一个窗户吧 然后外面就是我们租的车 然后看看 这是我见过切蒜蓉 切的最认真的 小伙伴了 哈哈哈 你要说嗨 嗨 我的天呐给大家看看今天晚上的夕阳和火烧云 太漂亮了 哇 我刚才看在窗外的那个晚霞太漂亮了 我就赶紧冲出来 然后来河边带大家看看这个超漂亮的晚霞好吗 哇 哇真的好美啊 这个就是Wanaka湖 火锅超丰盛 有海底捞的这个清油底料 还有我们自制的蘸酱 有饺子 有牛肉卷 然后有这个我们买的这个猫费 超市买的这个鱼 华超买的鸭血 还有这些宽粉 青菜 还有这个冻的东西 然后还有我们买的这个清口碑新西兰特产 就是自己买的鲜的 然后把它煮了 炸出来的肉 感觉会很好吃 好期待啊 做成了那个猫菜给大家看 哇里面料好多 好馋啊 开吃 超市买的鸭血 超赞的 我刚才已经吃了一个非常的正宗 我们现在出发去 Late Cabo 就是新西兰超有名的一个 湖滨城市 大家看前面这个山 雪山配的这个云 太漂亮了 好仙气的感觉啊 到出发离开了 结果看到这个仙境一般的存在 就停下来说拍拍视频 太漂亮了 新西兰真的是处处是美景 就是我们自驾的路上 经常会碰到那种什么 呃 参观点或者lookout 就是说这边有很美的景 大家可以停车去看看 真的一路都是各种各样特别漂亮的地方 然后我们会经常停下来去看 好多羊哦 就是你跟他们 你停下来跟他们say hi 他们会去盯着你 真的好像仙境啊 这个就是高速度旁边 跟我们说有一个观景点 我们就停车了 外面还挺漂亮的 就是大山谷 这种就是停靠点 我们的车就会放在这边 就是在新西兰 建议大家租车的时候 租这种四驱车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因为这个路面可能会有点冰 看到没有 就有点冰 然后如果你是二驱的话 有些地方会让你装那个雪链 要求的 但是四驱一般都不太需要装雪链 但还是要随身带着一套雪链吧 我们又从高速路下来了 因为我看这边有个井 有个湖 然后湖旁边就是雪山 特别漂亮给你们看 是不是非常美 然后雪山在湖的倒影下面 这也太美了吧 我在路边还捡到了一个松 就叫松子吧 好可爱啊 把你扔回去吧 又停下来了 经过一个非常漂亮的湖 然后 然后 原住就是雪山 然后就要到 Lake de Cabo了 这就是Lake de Cabo 哇 真的是有树 有湖 有雪山 太漂亮了 我们现在在Lake de Cabo了 然后 在网上查工了 有个很好吃的米线的地方 所以我们先去吃个米线 这个红烧牛肉米线看起来很正宗 准备开动 而且还蛮大一份的 它这边 料还挺足的 虽然说要24牛币一碗 但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现在近距离去观赏一下 福尼蓝色的湖水 再加上白色的雪山 太漂亮了 你这种刺穷 我只能说太漂亮了 真的就是 很难去形容这种美 我这个朋友 他是要上天的感觉 他这个姓和干嘛呀 你是要飞上天吗 这个超市应该是世界上景色最好的超市 大家看这边的景色 最喜欢超市最贵的是什么 这个辣椒 一颗 7块9毛9 8块钱 这个一颗2块钱 我刚到我们的这 RM便宝 还蛮棒的 这个就是大门 然后进去之后呢 它是有 两个房子 所以我们是右边的这个 然后这边要拖鞋 哇塞 OK 这个是个卫生间 哦呦 洗机太棒了 还挺大的 这个卫生间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厨房 冰箱 还有厨具 还是明火灶 烤箱 洗碗机都有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很棒的客厅 哇 这个客厅 可以看到湖景和山景 好棒啊 这边真的蛮神奇的 你看冬天我还穿了一个背心 然后在室外 一点都不觉得冷 然后这边就是特别漂亮的景 哇 太美了 东西放好 第一件事 喝点酒 这边的Rosey真的蛮好喝的 对着这个美景 太棒了 来 干杯 大家早上好 然后我们现在是上午10点 我们准备去这个 Takapo很有名的一个cafe 叫做Astro Cafe 这上面幅还挺大的 这就是一个cafe 一个玻璃房子还蛮多的 然后这就是美景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这边 灯高望远 看起来还挺大的 这个云感觉还蛮酷的 其实最好的是坐在街边吃早餐 整色非常好 在外面 那里就有点冷 所以我们就坐在里面了 从这个山上开车下去 这个景色还蛮漂亮的 你们看 哇哦 哇哦 很多很复古的小东西 这边有更多的复古小店 你看这个车已经旧到 嗯 非常旧了 好像已经没了 就是到这边就没了 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镇 我们来看这个椅子多少钱 1995纽币 也不便宜齁 这个 其实这个Zagabo的行程啊 不用待那么久 因为玩的东西也不多 然后我们现在都因为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就来喝酒了 这个是一个新西兰很有名的酒 因为这个在新加坡要大概七八十新币吧 然后在这边才三十纽西兰币 就二十多新币 大概三分这个价格 所以我在新西兰推荐大家一定要喝点酒 因为这边的酒真的很便宜 今天我就在家里看韩剧 然后明天我们就去爬山啦 今天晚上又吃火锅 然后我朋友在 又在这个切那个蒜蓉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背景多漂亮 嘿嘿 好了话不多说我去吃饭啦 拜拜 嗨 我们现在在开车去那个 看那个冰川步道路上 然后路过这个 Lake Pukaki 这水 蝴蝶子太漂亮了吧 我说我现在是在巴黎岛街 可以出了 我相信 风大到我感觉我都不能呼吸了 今天来到了这个推走小镇 吃点东西 然后这边有一个不错 看起来不错的这个泰国菜 泰餐看起来还蛮正宗的 每道菜都是大概25 西西兰币左右 然后这一颗辣椒 有两块钱 给大家看现在这个 雨加雪特别大 从这边身上可以看到风也特别大 然后雨加雪也特别大 我们来到了这个 塔斯曼冰川的这边 然后冒着雨 去看 希望会好看 冒着小冰雹 爬上这个冰川 哇 雾气还蛮大的 远处就是一些冰川 风好大 雨也大 冷冷的冰雨打在我的脸上 我可能要下 准备看一看就下山了 现在在下雪 哇 我希望明天早上可以看到雪景 起床 发现 外面铺满了雪 银庄素果 好漂亮啊 我们在车里啥都看不到 旁边就是各种冰渣渣 还挺幸运的 我们来这边三天 有一天是就是普通的这个湖 然后是绿色的地 然后今天就是银庄素果 相当于交了一次前 体验了两次 还蛮幸运的 好漂亮啊 我们现在出发去皇后镇 这次行程的最后一站 貌似现在去那个 女皇镇的这个路好像堵住了 所以我们再等一下吧 然后给大家看看 我们现在有个限定版的天窗 特别漂亮 全是雪 我们都不敢打开 因为我感觉一打开的话 整个雪全都会落下来 哈哈哈哈 这又是一条非常美的路 虽然说我们要绕远路 为queenstown 但是也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嗯 这边很漂亮 才开了不到一个小时 我感觉我们已经从冬天回到了春天 我们来到了这个小城市 叫做tomaru 然后我们在一个台湾的餐厅 吃点东西喝点酒 等会会开去queenstown 天气很好 我们这是开车回坤丧的时候 路过了这个cloudy bay的酒庄 这个我们在新加坡经常喝 很喜欢它的酒 然后今天也是比较cloudy 所以今天才叫cloudy bay吧 哈哈 准备进去买点酒 这里面还挺棒的 但它五点关门 所以今天不能喝了 现在已经四点四十五了 所以我们可能就买几瓶酒 然后这两瓶是本地 就是本地的葡萄铲 所以我们应该买这两个 这个就是他们的酒桶 好酷哦 早啊大家 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小镇 叫glenorky 搞错了 重来 我们改计划了 准备开车去blath 一个西西兰南岛南边的一个海边的小镇 然后那边有很有名的生蚝 特别好吃 然后这条路里其实蛮好看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再吃chips 没吃早饭 我第一次见到运房子 汽车 我靠这太牛逼了 这套房子 他们在运一套房子 牛逼 我们在路上看到彩虹了 我们在blath的这个餐厅门口 看到两只可爱的小狗狗 好可爱哦 好可爱你们 这里就是blath最有名的网红餐厅 然后这边平常都会来吃生蚝 但是因为最近天气不太好 所以没有生蚝 所以就在这边看海景吃东西 没有oyster的 我们就点了一个烤鱼 还有海鲜汤 里面有很多当地的海� 应该蛮棒的 对着外面的这个海景 这边感觉好像是可以去比较鲍鱼的 我们走下去看看 这海滩浪还是挺大的 地也挺滑的 我感觉应该是没有啥鲍鱼吧 我可以去试试运气看看 哇我捡到了一个很大的鲍鱼壳 虽然说没有鲍鱼 看有一个很大的鲍鱼壳 挺漂亮的 你看 保持乐观 太阳要落山了 我们要开车回Quinnstown 我们现在在开车去观星的路上 其实西西兰这边你观星 你不一定非要去到专门的观星点 只要天够黑就好了 我们现在就找到了一条湖 我们准备在湖旁边拍 这边有好多野猪哦 而且它们真的很爱吃东西 我给你们看 我给你们看 好夸张的 然后它这边的食物是这样子 就拿一个桶放到这边来 然后它就放了两个硬粒 进去之后你再拉 哎呀没有看到 它就会倒出来一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又可以去喂别的小动物了 看这些路都好帅啊 太帅了 我拍到了 草泥马尿尿 中间有只羊在挡我们的路 你为什么要挡我的路 你先来找我们吃东西吗 那我给你吃点吧 这是蓝鹿羊啊 半鹿杀这个蓝鹿羊 嗯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叫山羊 你看它们都在山上站着 好酷哦 我们又被拦住了 路 这次拦我们的是一只小驴子 你好啊小驴子 你在吃什么 我在吃草 我们又遇到了蓝鹿牛 你又不要我们走了吗 它们钉怎么看好可爱 它们都好悠闲啊 这边有驴子 然后有牛 有鹿 景色也特别漂亮 你们在这好好玩吧 我们要走了 拜拜 我现在是在这个 新西兰的 克林斯特尔机场 然后 准备要等我的飞机回西加坡了 那这次旅行非常开心 然后就是又滑了雪 然后看好多动物 然后又看了很多 很不一样的风景 感谢你们观看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见拜拜